三藩市 警員將獲得灣區最高的入門工資 三藩市參委會星期二投票批准了與三藩市警察協會工會簽署的一份協議 以解決嚴重的警務人員短缺問題 該協議通過使三藩市警員成為灣區城市中入門級薪水最高 來幫助招募新警員 參委會二十比一的投票結果批准了該協議 警察局長稱目前缺少超過500名警員 這份新協議清楚地表明 新凡市領導長期致力於公共安全 根據市長辦公室消息 新警員合同將提供 在未來三年加薪10.75% 建立流用激勵措施 以防止經驗豐富的官員外流 規定從三藩市以外聘用的警官或副警長 將更快進升到下一個薪資級別 擴展一項視點計劃 在警員加班、召回工作或超時工作時 提供緊急托移費用 全國各地城市都面臨警務人員短缺的問題 但三藩市已開始實施臨時解決方案 來解決該問題 例如最近批准了2500萬元的預算補充 以資助警員加班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ification 結束 分析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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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